好 好 那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课程 今天是2020年的 5月11号 那今天那个我们的 海坎克呢 进入到第10周 第10周的牌呢 是这个画色啊 第26月27月 那这幅画的名称 属于齐青八脉之三 名称叫羊桥麦 副文我念一下羊桥麦呢 位于人体外侧路线 在这条路径上的趣味不多 所以在传统经书上 记载的很少 主要是齐青八脉 并不是那么具象 它是变动的 只有深入细微的气脉 感受时 会自然的觉知它 它很细腻 像水一样 流动 无法沉定下 此脉的特色 代表八卦中的砍为水 那它很简单 就好像一个曲线一样 那以前有人抽金螺牌 他抽到这张牌 如果问我事情的话 如果女生他问情感呢 通常我看到这女生是指法 我都会跟他讲 就烫成波烂卷 为什么 看一下一个卷法 代表有一个曲度 要学会一些弯曲 最近还在看什么双城公寓 你会发现很多人的互动 有人太直接 太直接 就很多人受不了 女生太直接 有的男生受不了 你要请他帮忙 他也不想帮你 不管是公司之间的 那个互动 同事互动也是一样 那你如果带点曲度 微婉的 那你就可以善用你这个 女性的魅力 所以这样牌呢 在女性方面就需要 更多的一些巧思 更多一些转弯的地方 就曲折权 就有时候你要达目的直线 感觉好像是最最短的路径 但是你真的去做 其实是最长最费力的事 你可能需要曲线 反正你会省力 那这样牌的特色是这样 那坎尾水呢 羊腔脉是在身体外侧 主要是处于 防卫系统的机制 那坎尾水这个挂 基本上在八卦上是 比较属于凶险的挂 那卡维特的这个挂呢 在八卦 一斤八卦里面 才是属于第29卦 29卦 那之前上一斤的时候上过两个我记得讲过这个挂的特性 就是会有水难 水劫 水的劫难 那之前提过 那个 对岸的领导人 跟这个挂有 有点关联 一斤挂有提到两个东西 一个呢 就这段时间呢 就是要避开 如果刚好那周是 这个29周 那个坎卦都要避开一些水 海边啊 西边啊 等等 第2个是要注意的 这个水的劫难就是指瘟疫 看来是有影响到 我当时有提到 在那个一斤窑池 在好几段窑池都讲到 比如说这个初六 喜砍入于砍蛋凶 砍就是水 蛋凹陷处 积水的凹陷 就有危险 到上六还有提到上六四道凶三岁 就是这件事情来看 比如说疫情来讲 可能有三年都是很危险的一个 一个状态 不管是你 你在领导这个 国家的话 这三年都是有 很大的危机在 坎华 也提到这个概念就说 跟这个瘟疫 还有水的劫难有关 那世界上 现在就是属于瘟疫跟水的劫难的时刻 到目前为止 今天我们看新闻 是说有418万人 确诊感染 死亡的 有29万人 所以比例有超过5% 也算是 算严重 那在台湾的话目前看才是还好 之前的话有提到 如果剥挂在台湾是属于疫情开始剥落的话 那上周就是副挂 一切有开始恢复生机状态 那因为副挂只有低谣 所以呢 剥挂的进到没有想象的那么 那么好 所以大家 还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做投资 要谨慎 然后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爬马登说 LV的 这个公司 好像亏损了 你知道多少亿吗 美金吗 我是不知道 我看谨马登 我不知道美金还是台币 LV 那个老板说亏300亿 如果是台币也是很多了 如果美金的话 那可能 那就太夸张了 可能公司 没办法撑下去了 不只LV啦 前几天我还看还有一些什么 酷斯嘛 什么东东的 也是 好像也是精品的 做精品也是岛啦 那家是直接说 说倒地 所以副挂来讲说 你会恢复生机的 主要还是什么 主要民生 物资必需的 这种生活 所需品 还是可以 可以撑下去 那观光也有很多岛 不用讲 航空业也是 航空官方旅馆 旅馆也有很多岛 有家 不管是裁员 裁很多 有家国际性的 也是裁裁员 都裁了四分之一 所以这些都是有一些征兆 那未来的 有哪些行业是还可以 可以去 关注呢 我觉得就像网络还是不错啦 什么5G呀 这种 像台积电这种做晶片的还是会用到 反正像机器人这种也是会用到晶片 那手机大家还是不可或缺嘛 网络大家越来越依赖 比如拆在家里只能打电动跟 看电视 还有网络的所延伸的 比如说我讲Nep Day 这种 这种网络公司 网络影音平台 应该 还不错 物流公司 网拍的这种亚马逊 应该也还不错 那相对其他的 要再看看 至于其他在就是什么医疗的然后 防疫医疗这些还可以考虑 那我觉得 比较重要就是第今天开始要进入第25卦 我们之前按照我们自己 医经卦的周序 第25卦 有人生日刚好是这个 你就要记住要5万 5万卦 指申5万 指申不要动妄念 比较 可保平安 5万卦的那个窑词 其实卦词是很好 元利 元和利争的 他四个都有 这个四个都有的 很少 就像在前卦 一开始第一卦 会有 前卦 坤卦还没有 坤卦这个缘分 他无望卦 这个元和利争卦时 跟前卦都一样 这四个都是最吉祥的 也就是说如果您能够守护到自己本性 那就最吉祥 所以在这周呢 无望卦这个 在我们讲这个 我们讲的成语里面讲 无望之灾 就是要注意 可能有些事情 不是一女而起 可是你会被这个灾祸 赏到 无望之灾 然后呢 在六三他有提到 上周有提到说 这周要注意什么 火灾之类的 那个上周 特别提到 那无望卦他讲的概念是说 有类似像火灾的东西 那这个牛姿呢 就是被带走 跑出去 然后把他绑在这个树的旁边 可能这个人还要去救火啦 又走掉 主人去救 然后回来之后就发现这个牛旁边站了一个 想说这牛好像被他侵占的意思 就把那个人当作是小偷 是无望之灾 你只是没事站在那里 然后就被人当成小偷 无望卦有这种概念 这你容易可能被少到 这个 无望的灾祸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无望卦 然后我记得 今天那个群组里面 我有发一个 庄子刻意篇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刻意篇 庄子讲刻意篇的这个第1篇 叫刻意上行这部分 大家可以 可以念一下 我们念这一段 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无望卦是有关的 无望卦对应到这个坎为水 我们的羊巧曼 我觉得是 今天本周的主题 好所以我们就 相互 一斤的 那个 不是一斤 排卡 清诺排卡客 有没有其他收到 我把它抄下 有啊有 有收到 就是2020年经过近新年的那个群组 你打2020看看 金货排近新年 大家在金货排近新年 七十本 七十本 相互 看到了 相互 嗯 因为庄子里面有很多古字 有的班人他没有注意你这不好念 好那有找到我们就简单念一下 刻意开始 刻意上行 离世易俗 高论怨斐 这三股之事 此三股之事 非是之人 不搞 赴冤者 之所好也 与仁义 中性 公俭推让 这三股之事 为修而移 此临世之事 教会之人 游学 游居学者 之所好也 与大公 立大名 与李君臣 正上相 为治而移 此朝廷之事 尊主 强国之人 志工并肩者 之所好也 旧宿者 处贤宽 料于贤宿 无为而异 此江海之事 必是之人 闲暇者 之所好也 吹须乌兮 土布 那心 雄金 雄金 鸟身 为寿 而移 此道颖之事 养行之人 同族 受考者 之所好也 若福 不刻意 而高 无仁义 而修 无功名 而至 无江海 而闲 不道颖 而受 无不忘也 无不游也 淡然无其 而众美从之 使天地自告 胜能自得也 好 有没有找到 没有 帮他看一下 这什么购买 看 那购买FB的吗 不是 那我没有购买主理啊 哎 你为什么没有 把他加一下 应该是没有 谁加他 他没有合了 那谁有的 先加他 我现在在录 没关系啊 反正再加就好 蛤 现在他加 肉加了 他把你先加 他有把他辣 他加一个 要看他有没有他好友 天啊 我没有在 老师他有做群组啊 好 那你现在加看 应该OK 我没有他的 我没有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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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妈 再一把 真意马上 镜子来了 你这我讲 我这也好像看 好 考虑考虑 因为其实我也能 少在看赖 没关系 现在有加进来就可以 里面 祭祀本里面 跟相本里面都有 今天这个是放在相簿里面 因为我觉得 庄子这一段文章 非常好 就给大家参考 庄子认为 有一些状况 就跟大家分享 这羊乔曼是 卡回水 就是说 以庄子的概念 就是要 顺应自然 就像水一样 把它放在 那个方的 柔气里面 就放 放在水 像水一样 放在圆的容器里面 就成圆 所以庄子认为是 把自己的自我 完全都放掉 你就可以顺应 整个自然 然后他有提到这一段 我觉得很有趣 他讲 刻意上行 离世易俗 高论怨匪 违抗而已 此三谷之事 非是之人 然后这个他后面有一个注释 讲非是这部分最后面一堂 他讲刻意上行就是你骑行走向 把自己行为搞得很高尚 然后怨匪日子 他有提到这个就是你愤世技术这种概念 所以这个他讲还蛮有一些可以来参考 他讲说比如说有些人啊喜欢大放厥词 他每天都批 有时候你看新闻一些谈话节目 台湾很奇怪 谈话节目就是 蛮多人看的 节目开很多 谈话节目 其实我很少看谈话节目 因为都是在那边 不知道在讲什么 小事情也讲得很大 然后这个我觉得这里是小事嘛 那一定要把它批到很严重 然后博收私底 他说这个呢 这种人叫非是这种人 就是对这个世界看着不爽 那一定要批才过瘾 这很像这个现在也有很多次 他讲三股之是什么叫三股之 躲起来的 你看网路霸脸是这样 躲起来跟你乱罵也都没了 有没有这种东西 很多嘛 很多是喜欢网路霸脸 然后躲起来跟你骂一堆 然后你又找不到这个 麻烦那有人严重还受不了 反正自杀也有啊 对不对 那所以庄子来看喔 以庄子的角度来看这种人啊 这种就是对这个世界抱怨而已啊 所以在他来看的角度是 就这样子 这种人只会抱怨而已 另外他提到第二个状态 苦搞负冤者 这是我好言 与仁义中心 然后攻减推让 维修而已 此平事之事 然后呢 他讲这一段就说 有人就说啊 你要修行啊 你要谦到 你要有礼啊 然后不保护冤者就说 那个苦行者 然后自己吃很少 自己过很节俭 告诉你要有仁爱心啊 等等 这个嘛 以庄子来看 你的目的只是为了 让你自己修饰起来好看 此平事之事 就是你希望世界能够平革啊 他说这种人是属于哪种人叫教诲之事 就是说宗教派的领袖啦 各大学派的那种领袖 以庄子来看这是一派人喔 好 大概讲 大概有一种 邮居学者之所好言 那这这种人呢 就是他 他会喜欢说教型的 推广他什么世界和平这种东东啊 然后呢 他就这个 而且到处宣扬他这个理念的啊 然后这个是邮居学者之所好言 是喜欢到处呢 以学者这个身份啊 为主了喔 再来呢 于大功立大名 李君臣正上相 为智而已 以以喔 然后此朝平之事 他说呢 就是要画大功啦喔 不是画大功 画大顶啦 讲说我们要把国家带往什么境界喔 然后呢 要什么好的国家的声明啊 君臣方面要有也能够互相的协助喔 那这个 要有上级跟下级要有制度啊 他说这个只是走这个 走治理为主的这种这种人啊 然后主要呢 是朝廷之事 就是主要是围观者啊 喜欢在官场上面 做事啊 就一心在官场上有所想要发挥的 这种人是属于这种表情 再来他讲 这种人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尊主强国之人 至公并肩者之所好言 他提到一个 那如果你想在官场上有所 表心力特殊点的话 你要强调一个什么 尊主强国之人啊 你去看这句话 你就很像川普 他的概念 这可能是最强大的 他强到这个才能够当选嘛 然后呢 志工 并肩者之所好以 那你就是要有企图心啊 把别人比你弱了 你可以就把他兼并就把他兼并了 你如果用在企业管理也是啊 有的公司专门在兼并一些小公司嘛 他们走的也是这一类的调性 庄子等于把这个人性的调性分成好几个框架 你可以来分析来看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救蜀者 处贤跨 钓鱼贤处 无为而已 就是呢 平时呢就是把自己啊 也没有很忙碌 平时就很空闲 到处去钓鱼啊 闲闲没事啊 然后把自己说造成好像无为之事啊 好像很清高的无为的修炼者之类的啊 他说此江海之事 避世之人啊 他这种人就是喜欢靠近的山啊海啦 只是躲避 只是在躲避啦 躲避一些反差的事物啦 所以他说避世之人 闲暇者之所好以 这是属于那种空闲啊 有个时间多的人啊 他们喜好是这一类的 然后再来他讲 吹熙夫须 土护纳钦 土护纳钦 这句成语就是从双子这个来的啊 然后呢 雄金鸟生 这指那个类似什么武琴系的啊 滑头武琴系 告诉你就是养生的 有的是学那个动物的知识啦 或是类似像 有的瑜伽也类似 就是学习动物的知识 他讲这种状态的人啦 熊金鸟生 也学熊的知识 然后呢 他说这种人的状态是怎么样 围瘦而已 他们的目的只希望生命呢 能够延长一点啊 这个肉体可以延长一点 围瘦也希望长寿而已 他说这一类的人呢 就是属于什么 倒影之士 就是导影 我记得以前有什么导影树 有没有 很红一阵 有一阵超红 那这一类呢 也是什么 养形之人 养这个身体 这个有形的身体之人 所以他提到 彭祖 兽好者之所好也 这种人呢 他们喜欢的 像彭祖 他这个寿命很长啊 八百多岁这样 这是他们所喜好 就是寿命能够延长 所以庄子把人 这几个类别的人 框架都已经告诉你 那你就看你自己说呢 是哪一类的 如果你都不在这里面了 那你就很厉害了 好 然后呢 他说 那以庄子来看呢 是怎么样状态是比较OK的 他认为 若福不刻意而高 没有刻意说要让自己呢 行为感觉高尚 再来呢 无仁义而修 也没有什么仁义可以框架 或是教条需要去修改自己 无功名而至 没有需要呢 创建什么功名啊 来达到了治理的目的 无江海而闲 那你也不需要到有什么山上啊 或海边啊 在那边闲闪放松自走 的心境 他说也不用 那你心境如果是很平和的 你内心就像江海一样很安适了 不倒影的时候 不刻意做什么类似什么 雄精鸟兽啦 这种的动作啦 瑜伽啦 或是做各种的 武情戏啦 这些东西的 他说呢 不特别倒影了 你自己寿命就会很长了 无不忘也 然后你在做这些生活 日常生活中 很多事情呢 你都能够实时的遵守你的本性 不忘你本质的本性 无不由也 所以你会有很多的丰盛的生命 会靠近你吧 淡然无极啊 那你能够做到 对这些有为的东西 有作为 刻意做的东西 能够做到淡然无极 就完全不动心的话 而众美从之 他说呢 所有你原本本质内在的美 都会重新展现起来 此天地之大 圣人之得利 最后他下注警 天地之大 圣人之得 就是在于 最后这一小段 所以无万卦的卦词 会用到四个字 缘分力增 我猜啦 也是这个概念 就回归你的本性的一切 内在所有的美好 所有的丰盛 都会靠近 好 这个就是关于庄子刻意 这一篇呢 给大家分享 好 回到这个 这个 埃卡 那庄子或老子都很提到 特别像老子他有讲 水这部分 有一篇他讲水善力万物而不增 有没有听过 水啊 可以利益万物 但他不会去争 争夺那个名或利 所以呢 以老子来讲 很推崇水的调性 他讲人要像水一样 能够利益万物 善力万物不争 不会去跟其他人争夺 争夺利益 上周我记得提到一个 就是说 你不要成为那个 霍乱的源头 不为祸死 不为福贤 有福分 比如说像最近 有一个叫什么 一万元之乱 都有听过 一万元 为了申请那个一万元 大概有人这个 我在前几天还看到有人在举牌 一拉肥 他不是举牌 他是扛着牌子到副走 他拿一个板凳 我想他是要准备拍照 如果拍照也是不错 听说现在玉兰花就是涨了好几倍 大家都批玉兰花来拍照 我是在卖玉兰花 就说有这么多人在卖玉兰花 就突然爆红很多玉兰花 然后真正要批玉兰花的人 现在还讲 以前成本很低 现在现在很贵 我真正在卖玉兰花 根本成本暴增 所以这个现象 一万块这个补助 这个就是 以庄子来讲 他有一句话 就是说不为福先 这个看起来是有福利 他说你不要先 不要先去拿福利 当有福开始的时候 你不要第一个去拿 他的概念是这样的 以他自己来讲是这样的 那不为Horse 然后有灾祸的时候 你不要成为灾祸的源头 所以有人会请这个 请到Keymobile 在骂那个公务人员 那有些脱续的行为 那你就变成Horse 你变成本来这个是 变成一些好事 可是你因为心情上 挫折啊等等 变成造成自己 无端的祸乱 那也是一个 一个不必要的现象 所以这个现象 就让我们理解说 你可以再冷静的观察 看一下这个状态 当然很多可能是真的很迫切需要 会做这个动作 那如果呢 你没有就是在观察 所以呢 以庄子来看就像水一样 能够第一个啊 能够适应各种环境的变化 包括你经济上 包括这疫情 后疫情时代的变化 你如果你的工作 是跟疫情前后有很大落差 你要赶紧转变 如果没有就还好 就基本 如果你的工作是属于 基本生活必须的 那你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 如果有之前有 那你现在没有工作 那你要赶快重新死 可能要务实一点的话 会比较好 好 这个就是主要讲这个东西 水呢 代表随时随地都能变化跟适应 同时我们羊桥脉呢 就是我们身体的外侧的筋脉 也是代表说 我们的外侧这个羊桥脉络 是能够随时随地 因应气候的变化 比如西洋变冷 你就会关毛系孔 西洋变热 你就开毛系孔 做散热 那这个状态能够运用好 是因为你很放松 交给你身体自己运错 然后呢 上次有提到 有一个叫温霍夫的 国外的一科 一个人嘛 他是可以在雪地上打坐的一个男生嘛 他讲了一个理论 我觉得是可以尝尝他说 因为大部分的身体是偏酸性 酸性体质的话容易发炎 他的概念 然后 所以我说 他是有透过一些呼吸啊 跟静坐方式 来控制身体 对于疾病 跟一些病毒的控制 他有做这些实验 才有成功 包括注射病不大 那个什么身体 因为他可以控制 让他不会发病 然后我最近就稍微实验了一下 他强调就是低温 就洗冷水澡的概念 现在应该算可以接受冷水澡 现在大概是洗热水请取收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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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概念,你把它這樣 這個水,介於冷水 就完全冷水,你是覺得有點冷 可是呢,加一點點熱度 還可以接受的那種溫水 先從溫水開始洗 那我是 最近這一週我是有洗 就主要是洗冷水 那真的天氣像比較冷的時候 我會改洗溫水 那我有試驗 我會先從腳 腳來那個 碰出這個水溫看狀況 如果腳覺得會有冷的話 那我會把它改成 接近溫水 但是不至於到熱水 然後如果腳可以接受 我就慢慢從腳接受到全身 我就可以直接洗冷水 那我的洗完的感覺是 嗯 你真的不用冷氣 洗完是很涼爽 然後呢 真的有一個東西可以講 洗完冷水你去打坐 你會覺得那個肌肉真的是 不會動 不會跳動的感覺 會整個好像 凝住一樣 凝結在那個姿態 也是一種不錯的現象 可以感受一下 我們今天這週提到這個水就講一下 本來身體是有自己的調節功能 但是我覺得這個溫厚福講到一個 說我們身體是偏酸性 容易產生一些發炎跟疾病 我覺得這個 這個理論是可以我可以接受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我們 受傷要冰敷嘛 就收斂那個微血管的那個 初血現象 那所以我就說 我就把它來做實驗看看 那冬天當然我是可能 不敢一下下決心 加上之前是疫情 如果萬一我感冒的話 就誤會很大 我也許是小感冒 可是我溫度現在確定是超過37.5 你就不能去搭車 連公車都不行 對不對 公車可以嗎 公車好像沒有 公車要戴口罩就好 那這樣公車比較危險 公車他沒有那個 揚耳溫啊 體溫那些 你搭捷運啊 搭火車搭什麼 高鐵都要 他都有洗 我那紅外線啊 我以前以為是38度這樣發燒 現在不是 它是37.5 37.5就算了 那你這樣把體溫控制低一點 那我所以才會想說 那一陣子比較大 他比較恐慌的時候 不要洗冷水 萬一不小心 身體再有剛好變化 變異反應 那我不放心 那現在天氣變熱 當然是比較OK 所以我就有做這個試驗 那我是分享說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我有個想法 就是這樣 當我體溫降低 降低的時候 我體內脂肪應該有絕食 會有想燃燒的動作 懂我意思嗎 因為會冷 他會覺得說 我的體內還燃燒脂肪 我就實驗了這幾天發現 他體脂肪 有感覺好像有被燃燒的狀況 這也是跟各位分享 那這一招呢 你們就是可以 待會進座 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然後呢 什麼方式 就是你在做的時候 是感覺 頭上灑下來 就好像在沐浴一樣 在瀑布下面 在淋瀑布的感覺 所以這個 這個 以前這個什麼宗教界 古老的宗教界 禪宗還什麼 他們也有類似 在瀑布下修行 日本到現在還有 就在瀑布下那邊站 被瀑布衝 當然我不建議你是直接去找瀑布這樣弄 因為你沒有鍛鍊過不適合 但是呢我覺得說 靜坐的時候你可以想像 想像你要在瀑布下面靜坐 有點洗淨的感覺 真正瀑布衝擊力是很強的 那我們就好不要輕自貿然實驗 但是呢靜坐的時候是可以的 反正靜坐你是冥想的 感覺一下痛 然後你也可以感覺 好像你洗澡的時候 那邊瀑布衝下來的感覺 那差別呢 差別是什麼 差別是說 你這個瀑布的靜坐方式 是用冷水的概念 如果想說變成溫水熱水這樣 熱水這樣衝下來 那當然就不是我要介紹的主題了 這一週你就可以 洗澡的話你也可以嘗試用溫水 開始先溫水 再來是冷水 的方式來洗澡 來沐浴看看 這一週的靜坐是沐浴座 然後呢靜坐大概就是想像 你在瀑布下面靜坐 整個瀑布貫穿離過 這樣理解嗎 如果沒有瀑布的體驗就 總有衝過SPA 你就SPA總會在那邊靈的那種概念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再問看 想要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話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那待會呢 第二段就是 請準備做靜坐 好休息一下